178 《星島日報》 賀君祥挑戰廚藝險摘傷與楊公如拍《真人騷》《教記》 2015年5月9日娛樂指 令狗王佩麗無焗狼爭炮制中藝節目《美女廚房》 吸引不少觀眾收看,內地近年也有以明星掛碎的美食競技《真人騷》 節目《星廚家道》 日前,楊公如已加實身份與賀君祥及張亮拍廚上 一顯身手《文、陶、黃佩麗》美食競技《真人騷》 節目《星廚家道人氣爆燈》 然已開拍第二季,有賀君祥、張亮、洪代林等藝人作分組比賽 精戰廚房 該節目日前到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拍外景 請來楊公如已加實身份與賀君祥及張亮拍廚上 一顯身手,楊公如日前以嘉賓身份能相 他輕稱廚藝麻麻 平時多煮給父母食,最拿手是煮上海菜 他為希望今次能令自己學到更多 有說愛食多過愛主 問他不怕肥嗎? 他笑說,不怕 不過有時在內地工作,出街食飯比較方便 反而在外國就會多點時間自己煮 找父母做白老鼠賀君祥表示 為了應付升廚家道 事前惡保了一星期廚藝基本工 又找父母當時吃的白老鼠 笑言該節目令他的廚藝突飛猛進 連父母都嚇了一跳 他自然在的拿手小菜有糖醋小排和水煮魚等等 不過他在拍攝時都曾經有意外發生 他說,有次整糖炒律子 之前我未煮過 以為只有沙根糖很簡單 又不懂控制火候 幾乎被摘到 有人試過把律子放入口試味 但整火律子突然爆開 於是被燙傷了 很危險 何君祥說很多女性朋友知道他拍攝星廚家道後 都有叫他為他們下廚 笑為男人懂得下廚 在女性眼中果然是會加分的